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作者张子颖 我们今天要读一读书中的一封遗书的故事 一个秋天的夜晚 特级飞行员黄炳心 在信纸上写下遗书的最后一个字 又仔细地看了一遍 然后他把信纸小心地折了两折 装进一只信封 放在抽屉的正中 将钥匙留在抽屉锁眼里 平静地离开了办公室 他就是黄炳心 黄炳心是我国首批功勋试飞员 不仅先后承担了我国全部型号新型飞机的试验鉴定飞行任务 还成功组织和亲自参加了重大型号飞机的试验飞行 没有发生过一起飞行事故 那么这么一位钻石级的试飞员 遇到了什么难事 以至于要写下一封遗书呢 原来黄炳心第二天要执行一次很特殊的试飞任务 查明其中 《非爆战斗机异常颤震的阵源》 这本书中解释了什么叫颤震 书中说颤震是飞机在飞行中经常会遇到的一种现象 飞机在空中飞行时受到附近的气流涡流的影响 机翼可能发生横向纵向两个方向的颤动 当颤震剧烈到一定程度时 飞机会在强烈的颤震下瞬间解体 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因此飞机在设计的时候都要考虑特殊的颤震 是否会发生以及发生之后该如何处理 而这个就需要通过试飞来检验 飞报飞机在之前的两次试飞中 都发生了非常剧烈的震动现象 就在数月前最后一次试飞中 试飞员只来得及报告了一声 飞机颤震 之后飞机就在高空瞬间解体 飞行员殉命长空 黄炳心就接受了继续试飞 飞报飞机的任务 后果是什么 他心里很清楚 第二天 黄炳心和一级飞行员杨步进 登上了试飞飞机 飞机高度到达海拔3000米 开始引发震产实验 黄炳心精确力所地完成了一系列的操作 3000米高度试验成功 紧接着他们按要求提高高度继续试飞 高度表指针从3000米精确地指向了5000米 这是此次试飞的关键高度 飞机突破了阴障 进入超音速飞行 震动开始加剧 随着飞行速度的持续增大 机身震动得异常剧烈 坐舱内尽管安全带将黄炳心和杨步进身体紧扣在座椅上 但他们仍然能强烈地感觉到整个身体连同座椅都在剧烈地斗动 他们全身发麻 手几乎握不紧赶 更糟糕的是舱内仪表板和仪表指针因高频抖动 变得模糊 他们什么都看不清楚 耳机震荡着一连串刺耳的令人心碎的怪声 地面指挥员的声音完全听不见 黄炳心果断决定 收油门 关断加力 希望通过降低速度来减轻震动 但就在他们刚刚准备收油门时 飞机突然向两侧大幅度摇摆 接着只听光当一声闷响 飞机剧烈地偏摇起来 黄炳心大声地向地面报告 飞机震动非常剧烈 耳机中一连串的吱吱声里 黄炳心终于捕捉到了指挥员下的命令 停止是非 返场 收了加力后 飞机减速很快 震动随之减弱 消失 黄炳二人遂降低高度 转向机场准备返航 但是黄炳心突然发现 飞机的方向舵失灵了 方向舵失灵意味着飞机无法控制方向 在天空上就像一只巨大的失去方向的风筝 如何能够返场 如何能够对准机场的跑道呢 黄炳心冷静地对杨布进说 你别紧张 我也别紧张 万一飞机不行了 你跳伞 我把飞机飞回去 如果我牺牲了 你跳伞成功了 你就把这个情况向上报告 杨布进你坚定地说 团长 你不跳 我也不跳 我要为你鼓劲儿 你往前飞 我跟你往前走 这是惊心动魄的考验 震撼苍天的一搏呀 黄炳心推赶驾机返航 他试着推左发动机 同时向右压驾驶杆 飞机向右滚转 在左右发动机推力的反差力取作用下 机头缓缓地横侧改变着方向 他就这样艰难而冷静地 驾机飞向机场上空 飞临机场 熟悉的地标立地在目 在机场附近观看的人们 并不了解空中发生了什么危险 他们还兴奋地期待着 可是当空中飞机出现的那一刻 看见它摇摇晃晃地 像只断了线的风筝 人人都意识到出事了 等到飞机进了 看亲了 才发现飞机的方向跺不见了 天哪 人群中有人在惊呼 一些胆小的女人 用手捂住了眼睛 塔台内指挥员们屏住呼吸 不眨眼地盯着这架扭着央阁 冲向跑道的飞机 蓝天机场 仿佛都凝固了 在场所有人的心都揪紧了 诺大的机场只有风声在响着 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这架 左摇右晃进场的飞机 在这么低的高度上 跳伞逃生 绝无可能 飞机仍然在扭着央阁 但摇摆的幅度小了 就在离地高度约五十米的时候 飞机在略偏右的位置 对正了跑道 终于不再扭央阁了 地面上的人 不约而同地输了一口气 降落后 黄炳星和杨布静跳下飞机 人们围了上去 只见飞机尾部 整个方向垛不见了 依然高耸地垂直尾翼后部 出现了一个一人多高的缺口 黄炳星悄悄地离开了人群 他回到办公室 打开抽屉 拿出了那一封 没有封口的信 里面有一些钱 还有半张纸 纸上短短的几行字 他可以背得下来 这是他给爱人和组织 写下的遗书 只有三句话 即使我这次牺牲了 为国防发展也值得 这里面的钱 是我交给组织的 最后一次挡费 家人不要给组织 添任何麻烦 黄炳星轻轻地 将这封信撕碎 作者说 飞机是机器 人也不是神仙 飞机的各个系统 要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试验 所以试飞员 只能在飞行中 经受考验 虽然明明知道 试飞是面临着生命危险 但是咱们的试飞员们 仍然义无反顾 据统计在几十年间 已经有29名试飞英雄 为了这项试验 血洒长空 他们以无与伦比的英勇 与无畏 铺就了一条中国空军 日渐强大的路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明天我们继续读这本 是非英雄 请不吝点赞 讹目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讥明